这是一只比牛还大的大闸蟹 正挥舞着强有力的大蟹钳 全速往这边冲来 躺在沙滩的三个男人 瞬间吓得花容失色 眼看大闸蟹就要来到跟前 可突然他却固子一声掉进了温泉 等到他挣扎跑出来的时候 已经成为了一堆红通通的 美味的水煮大闸蟹 躺在沙滩上的三个男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赶紧挤上一片82年的柠檬 来增加风味 接着抱起大蟹钳就砍了起来 这比人还大的蟹腿 味道简直不摆了 几人吃饱喝足后继续赶路 然而就在他们穿过一处沙漠地时 在追逐玩耍的过程中 竟意外踩中了一处流沙地 不小心掉进了一处诡异的山洞 里面到处是散落的动物试海 还没等几人缓过神来 一根吃人的藤蔓 正悄无声息地朝几人逼近 吃人藤蔓潜伏到几人脚下 当他们意识到危险时 已经为时依晚了 吃人藤蔓就这样 把几人吊在了半空中 就在这时一阵恐怖的嘶吼声 从远处出来了 男人不知所措地四周巡视 然而当他低头一看 惊恐地发现脚下全是矮矮白骨 为了逃脱这里 带头的马哥赶紧让几人手牵手 紧接着大幅度摆动身体 想要用惯性荡道一边逃脱 但每次距离都差那么一点 然而当他们继续加大幅度时 一只鸡肠鹿鹿的霸王龙突然出现 挂在半空的几人吓得差点 红冻了 在他们荡过来的瞬间 霸王龙突然张开血红大头 也向他们 好在他的嘴头不行 闭口咬在了藤蔓上 霸王龙的牙齿也被紧住 这刚好为几人的逃跑争取的事 但很快霸王龙直接将树根扯下了 然而还没等几人跑多远 霸王龙就又追了上来 面对可怕的霸王龙 同行的卷发姐 却在这时提出拍张照片留念 紧接着他让牛仔男往后站站 他这样就可以当参照 可以证明照片不是合成的 然而等三人拍好照 霸王龙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三人赶紧转身拼命逃跑 而此时的猴子早已经穿过独木桥 去到了另一面 三人还在为猴子的引路感到高兴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 为了自保猴子竟想将独木桥弄坏 霸王龙张开血盆大头就要留下几个 危急时刻 那根独木桥救了他的血 几人这才暂时逃过一劫 看着眼前的独木桥 霸王龙伸出了小爪子小心试探 低头看到脚下缝隙那么深 他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 然而还没等他走紧 马哥接下来的话彻底地惹怒了他 身为古生物学家的马哥 还在滔滔不绝地展现他的血史 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 愤怒的霸王龙直接疼跑 他轻松跳过了独木桥 是要将几人的脑子撕开看 天几ш 漫哦 天几人